直接开开 来 准备好你们的眼睛啊 3 2 1 走 我靠 满肉啊 这个 哈喽 各位自由的家 下午好啊 我是杨老师啊 今天的话 来 让你们欣赏美景的 漂亮不漂亮 这花好漂亮 哎 这花挺香的 还有小蜜蜂 来 这里是不是 你摆个经典动作 经典动作 哎 阿姨们的动作 来 这边是不是很舒服 好舒服啊 这里 对 一直都有微风在吹啊 这里的话就是 小杨老师从小到大 长大的一个地方 我的家乡啊 可以说是 我也很久没有回来这边了 今天的话 回来一下 来 说正事啊 今天咱们带大家去一个老人家的家里 看一块老料子啊 他说饭了很多年了 想要出手 像我们这边的话 有很多老人他都会 收一些翡翠 因为以前这个东西很便宜啊 近几年一直在生殖嘛 然后他们以前的话也会收下一些老料子 话不多说啊 走咱们一起去看一下 是什么样子的猛货啊 来 四个 老奶奶 你那个生这个呢 我帮你弄一下 这样收进去 那那个石头呢 对 他们跟我说这个老奶奶的话 有一块料子想卖啊 然后我今天的话就过来看一下 阿姨你已经把它拿出来放着了 等着我看 来他家的话就是这里啊 他已经把这个料子的话拿出来了啊 他两块出看嘛 这 这里两块一点 这些应该就是这个老奶奶 收回来的一些东西啊 可以卖钱的 这个料子是你多少年前卖的了 好几年了 好几年了 把钱卖的这个 五千 五千 嗯 来这个的话 这里家灯的话是有表现的 看到没有 来 皮科的话是一个黑皮科的一个料子 啊 油性的话也是特别漂亮 皮科比较完整 那这个老奶奶 这个料子的话呢 你现在 你现在想卖多少钱 买一万 买一万 你五千买的 可是 嗯 来 这个的话也很多年了啊 他放在这手上 想着啊 也能涨点钱 是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料子 料子的表现的话 都是挺漂亮的啊 看到没有 哎 奶奶 你咋个会想得去卖这个石头 他们来买吗 我就说是 他们来买给你 嗯 我就说是 你买不香 我听了一个 大概意思就是他们来卖 然后他就想着把它买下来 可是他们当初就跟你说 这个石头好啊 以后之前啊 跟上 来 我们好好看一下这个料子 来 这里的话 看到没有 有点点白色的地方 压登的话 已经看得到鱼肉了啊 来 全身的话 打灯的话 都是有表现的 这个黑皮革料子的话 皮革不是那么厚啊 皮革的话比较棒 那现在这个 一万块钱 一内 都可以 也可以的话 要不你五千块钱买给我的了 不买 五千 可以的话 你就买掉的了 我觉得 放了那么多年 瘦的吗 嗯 哈哈 嘿嘿 那你要买多少 一万 一万 嗯 低了一分 都不大 嗯 啊 他这个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就是这个的话 我跟你讲 他因为不是很贵的那种 他不是贵的那种石头 所以说 你放了多少年 他可能 脏也不是脏很多了吗 你现在一万块钱 我看不到 如果你要 可以买的话 五千块钱 就你那个本钱 我把你收走的了 换钱的了 我买好几年了 舍不得买 舍不得买 你五千块钱买给我的了 你看你天天给捡这些东西 很累 就是啊 好难不买 好难不买 买得了 五千块钱 然后你 啊 皮静 你就不想出购了吗 几千块钱 其实老人家的话 应该是不费钱的啊 你就够你 过好大一段时间了吗 买了 可以了 五千 不买 不买 好值得啊 老奶奶 来咱们的话打灯看一下 来看到没有 这料子的话 还是比较不错的 那这样吧 这个老奶奶 我看你也是 我说五千 你就一直不卖不卖 让你本钱出给我 你也不愿意 我加你一千块钱吗 六千吗 现金 你考虑一下 可不可以 可以吗 可以啊 那因为我也跟你 试打试地说 因为这个这个料子 它不是那种贵的 所以说 它张家这个空间不是很高了吗 就你放个鸡年 它可能就会省那么一点点值 如果你要说是个鸡脖网的呢 肯定就长得高一些啊 可以啊 六千块钱 嗯 行 来这个料子的话 咱们就拿下来 我把钱数一下 数给老奶奶啊 来 六千块钱 你数一下 来 不想数吗 确定啊 嗯 来 这个的话 奶奶我跟你说 以后你 你就 你就不要可卖这种石头了 其实石头的话 它还是有都性的 嗯 因为你也 你也不懂了吗 你卖了万一人家骗你了 可是因为他也有都性万一切夸了 可是你拿着这个钱 你就不小可 除了一点的间谍东西 你就好好的生活就可以了 那我就先走了 看 你就不要吓太小了 你请给你们看 哎 拜拜 来咱们的话 回去给大家好好说一下这块料子 走 来咱们的话 现在回到公司了 再给你们看一下这块料子 它的皮科油性的话是比较好的 然后我也跟你们说了 皮科可能不会太厚 哎 话不多说 我直接给你们切了看 你要切掉吗 我都坐在水机前了 我肯定需要把它切掉 可以可以可以 来 又有实战吗 直接开开 来准备好你们的眼睛啊 321走 我靠 满肉啊 这个 你跟了我多久了 啊 你跟了我多久了 这这咋了吗 你刚不说这个料子的话 它不是肥醉吗 它就是一个假皮假料 啊 假的 对啊 来走咱们坐着 我好好跟你说 我靠 啊 有些人啊 他就专门装这种黑心情啊 就专门挑老人家 不懂的这种人去下手 他们的话好好给大家看一下这块料子 来 你看到没有 就这样看啊 它是完全没有皮科跟物层的 它就是一块假皮假皮假色啊 来你看 这个而且不是翡翠啊 来 这个要翡翠 它会5000块钱派给你吗 是不是 好 这要是翡翠就屌了 来 我跟大家说你看 这边的话 这个的话很假 看到没有 这样一打折你们就应该能看下去了 它这个黑色的东西啊 其实就是啊 有点像那一种张上去或者是喷上去的那种感觉 他要是真的翡翠那么漂亮 那真是不得了 5000块钱绝对买不了 至少加两个零啊 来我跟你说啊 其实这块料子在他拿到我手上的第一瞬间 我看了一下皮可 来 你们看 我就知道啊 他这块的话就是一个假皮假料啊 但是啊 老年人你也看到了那么可怜 然后我当他的面 我也没有直接去揭穿 我怕他有点接受不了 这个事实 你们也看到了他家的一个环境啊 然后这个老老奶奶 他就是这么靠 捡这一些东西 然后一个人孤苦伶仃的 然后也没什么积蓄 也没什么钱 可能想着啊 几千块钱买的这个石头 过了几年了已经啊 能不能赚点钱 但是没想到钱赚不到 还是个假料子 我也就没跟他说 哎 我只能跟他说就是说 啊 老奶奶这个以后的话 你就尽量的话就不要去买 对不对 因为你不知道 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不了解他 然后你也不知道 你也不懂料子嘛 对不对 像我们懂料子 那我看一眼 我肯定就知道了 对不对 咱们只能是 多劝一劝老奶奶这个样子啊 他那种骗子啊 他就是专门去到乡下去 挑挑这些老奶奶 还有老爷爷去骗他们 啊 其实真的哎 没办法 吸血鬼啊 我感觉这真的是 真的是吸血鬼啊 老年人的钱都骗 而且真的人家这个钱 真的是血汗钱啊 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啊 五千块钱可能就吃两顿饭啊 或者吃一顿饭这个样子 但对那个老奶奶来说 可能就是 他可能要饿多少天肚子 要去捡到的那个垃圾 才能涨到那么多钱 可能捡个一年 捡个两年 都是有可能的 对不对 太过分了 这些人 我靠 所以这样子呢 咱们就把它切了一会儿的话 把它扔垃圾桶啊 不要再让它在市场上流通了啊 就怕有一些不懂的人买到 咱们又上一次的 对不对 咱们今天的话 我也没什么兴致了 不是说要收多好的货没收到 而是 发生这样的事情 真的是让人太不舒服了 我心里就 就发痕 你知道吗 知道这个人是谁 我们的爱人要锤死他 老师他妈了 对 咱们的话就先进入到这里 我小老师 喜欢自由粉丝 记得点赞 评论下关注啊 爱你们